想在缺水的地方生存,就得练就特殊的本领 土豆看起来很适应这里的气候 他们把对水的渴望深藏起来 并珍惜自己得到的每一滴水 高原上的气候让生长变得缓慢 土豆需要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成熟 幸好有这种慢 更高的淀粉含量和维生素 才得以存进每一颗土豆之中 每年十月拥有独特风味的土豆 都会带给西级人最实在的丰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